花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食物,花生非常的美味,只要轻轻的剥开花生的外壳就可以享受花生的美味了 花生的做法很多,可以把花生拿来炸,变成花生米,花生米是一个下酒的非常好的食物,很多都喜欢吃着花生米,喝着酒,聊着声,畅谈理想 花生煮着吃也非常的好吃,煮花生的时候放点盐进去,简直就是生美味,在冬天的时候呢,吃着花生,看着电视剧,岂不快哉 花生除了好吃,还有其他的功效吗?哪些不可以吃花生呢? 1. 花生可促进身体发育 花生是一个味道比较偏甜,性贫的食物 花生具有很多种功效,花生可以帮助大家长高合体的生长以及发育 因为花生富含许多可以让体生长和发育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,可以促进大家的细胞分裂能力和新陈代谢速度 2. 花生可促进智力发育 同时多吃花生可以帮助大家变得更加聪明,花生中富含丰富的氨基酸,氨基酸可以提高儿童的智力和大脑的细胞分化速度 并且呢,花生含有的赖氨酸可以帮助大家延缓衰老和抚平皱纹 3. 花生可治疗咳嗽 花生中富含很多的脂肪油可以帮助大家治疗咳嗽,脂肪油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咳嗽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肺里的痰,帮助大家润肺脂痰 4. 花生有助于伤口愈合 花生中含有多种维生素,可以让受伤的部位的加快血小板的造血功能,帮助大家更好的恢复伤口 同时呢,多食用花生不仅有止血的功能,还可以解决一些心血管疾病 5. 花生可降低体内胆固醇 花生可以降低身体中的胆固醇含量,帮助防止关心病的恶化和预防关心病 5. 花生中含有很多的亚油酸可以帮助大家分裂胆固醇,把胆固醇分解成细小分子成为胆汁酸,经过排泄系统排解出体外 6. 花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关心病和动脉硬化的问题 6. 花生的功效很多,但是也有的并不适合食用花生 7. 一些有些胆方面问题的并不能吃太多的花生 8. 还有一些胃不好的,血压比较高的,体内旺或重的也不适合食用花生 8. 花生吃多了容易上货,所以吃完花生之后,应该多喝水 8. 对于那些正在腹泻的而言,不能贪食吃花生 8. 因为花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,反而并不有利于腹泻的治疗 8. 花生虽然好吃,但是也不能多吃 8. 花生虽然好吃,但是也不能多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